早安大家 今天呢我要來開箱我的宿舍 因為我每次在IG限時動態 只要有拍到我的宿舍的時候 就會有人逼我說 欸可以看一下你的宿舍嗎 好像蠻大的 希望你可以拍開箱影片 那我今天呢 就來拍我的宿舍開箱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登登登登登 進來之後呢 會看到四張床 那你們猜我是哪一張床 對 就是四號床 我的床墊是買比較厚一點的 看得出嗎 我同學的是薄的 我的是厚的 因為睡覺實在太重要了 床要厚一點比較舒服 然後枕頭呢 它原本有附 枕頭 枕頭它附的是這一種 枕頭有點太高了 然後我就自己帶 自己習慣的枕頭來 我習慣的枕頭是 這裡是凸的 這裡是 比較低的 因為我的 頭可以放在這個凹槽 然後這邊可以墊在我的脖子那邊 比較不會落枕 那我還帶了一顆檸檬 可以放在這邊 就是 防止頭被撞到 那裡面呢 有充電器 那這支手機是我 我的第一台手機 我現在都把它當作我的鬧鐘 它是 Samsung的 Note 2 很老了 床頭的地方 我有放 我的乳液 還有 化妝水 還有 護手霜 還有 還有 還有凡士林 因為我每天睡前都會 擦嘴唇 隔天早上就可以把 凡士林抹掉 這樣上唇膏之後 比較不會有死皮出現 那床底下我放了三雙鞋子 一雙 Converse的1970 一雙 馬丁鞋 一雙 愛迪達的球鞋 我覺得帶三雙鞋就夠了 因為Converse那一雙我就是 平常休閒的時候穿 那中間那個馬丁鞋就是 我穿的比較有氣質 或比較正式的場合的時候 穿的 那最右邊那一雙就是 體育課啊 去健身房都可以穿 球鞋 再來呢 是我的衣櫥 它是白色 木頭衣櫃 那打開之後呢 有點亂喔 耶 上面有一層 可以讓你當櫃子用 我放了 沙拉托 然後牙刷牙杯 後面有一排的衛生紙 這一桶呢 是我的襪子 然後我會在衣櫥裡面放一個熊寶貝 因為我喜歡衣服香香的 那這邊呢 就是短褲 因為我衣架不夠 所以我就把短褲放在這邊 底下就是我之前在開箱衣櫃有介紹過的 這邊是 褲子 褲子類的 這裡是襯衫 或外套類的 那這邊呢 就是 衣服 短袖 短T 這邊就是內衣 然後內褲 這裡呢 是我的衛生紙 庫存 上面我放了一台電風扇 因為我用不到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上面 右邊呢 是放一個 我的另一個後背包 我很喜歡背後背包 這個是黑色的Dickies的後背包 我都把我的毛巾掛在牆壁這邊 我買了三個鉤子 中間那個我就勾小包包 那這邊就是我的 浴巾 這邊是我的 斜背包 上面超可愛的 然後這是帆布袋 那地板呢 我放了一個 我從新竹帶過來的行李箱 地板買了一個小盒子 如果我的小背包 我坐著 我懶得站起來掛 的話 我也會把它丟到這邊 這樣包包底部比較不會髒掉 那再來呢 介紹一下我的收桌 這個是我自己另外買的櫃子 白色的櫃子 它是可以挪動的 所以它可以變大可變小 可以伸縮的 然後這個櫃子呢 我就拿來擺我的包包 還有我的帽子 這個包包是 皮的斜背包 這是我第一個皮的包包 因為我以前都是習慣背後背包 可是有一天我就覺得要舒女一下 就背了這個 這個我在其他支影片也有介紹過 到時候可以去這邊看一下 那帽子 我喜歡 這種 鴨蛇帽嗎 這個是 Karhats的 顏色是 比較土黃色的 那 這個是 愛迪達的 綠色帽子 這個是 Pool&Bear的 貝雷帽 那這個是我在蝦皮買的 貝雷帽 可是我現在還不太知道要怎麼戴它 因為 我覺得我戴起來有點像廚師 那這個呢 就是 漁膚帽 這邊呢 我就放了很多衛生紙 到處都是衛生紙 這個是 我的益生菌 這是 B裙 吹風機 電棒捲 如果想看我捲頭髮那支影片 也可以點這邊 再來呢 是我書桌上的東西 這個是我自己從家裡帶過來的台燈 因為這裡桌上沒有附台燈 所以 我就帶了一個觸控台燈 它有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亮度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它很亮 然後 這是我的電腦 它是 筆記型電腦 很輕 這個是我的手帳本 大概給你們看一下 好 結束 這是我在無印良品買的筆記本 它前面是剛剛那種月曆型的 後面是週機化的那種 然後右邊還有方格 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這是我剛剛沒有收起來的記憶卡 這是鉛筆盒 這也是無印良品買的 裡面的筆大概就是 這是UNI 0.38 然後螢光筆 之類的 那右邊呢 這是我的 小熊鏡子 這是我的化妝鏡 然後我另外還有一個鏡子 等一下再跟你們介紹 那後面呢 這個是我的 這是什麼呢 其實我原本想要當鼻筒用 沒想到太大了 所以我就決定把它裝梳子 然後裝防曬 護手霜這種比較大罐的東西 其實也不錯 那這裡呢 是我的鼻筒 第一排這邊 我是裝比較小的東西 我放了指甲戒 然後我放了夾子 我有很多可愛的夾子喔 很多很可愛的夾子 然後 第二排呢 我是放這種 加零食的夾子 還有 重點的標籤 還有 立可帶 還有幾個 益生菌 第三格我就是放了很多 螢光筆 這是ZEBRA的 應該大家都知道 它滿有名的 它的顏色超好看 然後 最後一排 我放了可以在鏡子上畫畫的筆 它是白色的筆 然後 還有 路上有人送的 油性筆 還有一個黑筆 和剪刀 然後 再來呢 再來呢 就是 這個 這個盒子也是無印良品買的 那 裡面放了 香水 其實我香水滿多罐的 這是我姐給我的 JOMALON 然後這個是熊寶貝的 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 甜甜的味道的 那我 現在比較常用熊寶貝 跟這個 然後 放了漱口水 放了 這也是護手霜 還有 髮油 卸妝油 等等 喔 還有 我在桌上也會放 化妝水跟乳液 因為我早上化妝阿松可以用 然後 我洗完澡如果有坐在書桌上 也不用到床上才用 再來是 書桌旁邊的櫃子 最上面我買了一個 小架子 它很可愛 它是塑膠的 比較不穩 可是我就擺一些比較輕的東西 最上面我擺了我化妝用的 髮袋 然後 底下有 比較 氣質的 髮袋 有兩個 這是比較細的 那這個就是我運動用的髮袋 就是 瀏海的髮捲 還有很多鑰匙 有家鑰匙 宿舍鑰匙 還有車鑰匙 底下呢 就是我平常 比較用不到的化妝品 周霞 粉底液 還有粉餅 就是 底下這個是 眼影盤 右邊是 眉筆 因為我現在都比較不會用到它們 所以我就把它擺在這邊 如果同學想用可以給他們用這樣 那 右邊呢 右邊就是我帶回來的水果 這是蘋果 還有奇異果 那 底下呢 這是我洗完頭都會用的包頭 上面有個蝴蝶結 然後毛毛的 底下這個呢 就是我的卸妝棉 我有時候都會忘記卸妝 所以它還很多 它超多 滿滿的 然後 這是我的馬克杯 我從小用到大的 上面有一隻熊 超可愛 後面也有 這裡呢就是 有我的吸管啊 筷子 湯匙還有牛排刀 雖然吃不到牛排 可是可以切水果 那我之後還會帶刀子過來 還有砧板 那這邊呢 也是餐具組 有吸管跟筷子湯匙 這個呢 是我的立米的鏡子 它也是可以立在竹子上的 可是它比較大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底下呢就是我現在會用到的課本 這裡呢就是我的奶粉 還有麥片 還有巧克力粉 和我同學前幾天給我的立頓奶茶 他說太甜他不要喝 那在底下呢就是我的沐浴乳洗髮精 我的沐浴乳是用 泡泡的 那洗髮精是用雅紋的 還有沐浴球 因為我習慣洗澡都要用沐浴球 感覺比較乾淨 還有我的洗面乳也是用無印良品的 這個是我的護髮霜 這樣頭髮比較不會打結 右邊這個是我的洗衣精 我是用一池零的 那我櫃子旁邊就放了一個洗衣欄 再來分享我的櫃子 先從這裡開始 有點亂喔 這就是塑膠袋 然後這是垃圾袋 還有一些充電線 因為有很多充電線 還有這種三頭轉 二頭的東西 這個是腳架 然後這是相機的電池充電 這邊也很亂喔 這是我們那時候銀心 然後答對問題就有 家樂福的禮券一百塊 然後這是行充的袋子 底下這是 也是一個袋子 可是我還不知道要裝什麼 這是我的備用雨傘 還有口罩 還有麥克風 還有一些藥 這是紙殼糖漿 希望我不會用到它們 那這個呢 登登登登登 就是我的零食櫃 就有一大袋的沙奇碼 還有黑糖麥芽餅 後面這個呢 是我快吃完的方塊酥 真的是很喜歡吃方塊酥 然後裡面呢 有這個紙袋裡面有泡麵 有鮮奶餅乾 還有包酒乳 還有很多很多 這個呢 就是麥片 再來呢是我的 廁所還有浴室 它是分開的 廁所就是馬桶 還有鏡子 那馬桶是觸控的沖水 這邊呢就是洗澡的地方 通常睡衣跟毛巾都會先擺在這邊 然後這個椅子我都擺 洗衣巾 洗髮乳 還有潤髮乳 還有玫瑰乳 我就會站在這邊洗澡 旁邊都有水溝 所以水不會漸出去房間外面 哈囉大家 看完我的宿舍介紹 有沒有很想過來一起住咧 而且這邊空地真的是很大 常會有朋友來這邊玩遊戲 然後一起吃飯聊天這樣子 而且這裡一個學期好像不用一萬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們 如果對這支影片有什麼意見 或是說希望下次拍什麼影片 都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看喔 下次見 掰掰